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控南篮官方宣布,球队中锋邹宇晨,怀关节多处刃带损伤,撕裂,归期未定。 在北控和手钢的比赛第四节,邹宇晨,起跳封盖时,脚踝严重有伤。 本赛季至今,邹宇晨,为北控,出战27场比赛,场军上场23分钟,得到10.47,1.3,驻0.9强断,1.5封盖。 邹宇晨,出生于1996年7月5日,目前,还不满26周岁。 2021年2月25日,邹宇晨,和北控,签下一份三年顶薪合同,2024年夏天到期。 2020-21赛季,他为北控,出战14场比赛,场军上场18.1分钟,得到6.9分5.4篮板,0.6助攻0.6强断,0.9封盖。 邹宇晨的职业生涯,保守伤病的困扰。 他曾被誉为,中国南篮下一代的天才内线,却一次次,倒在伤病的面前。 2014-15赛季,18岁的邹宇晨,在八一队,开启CBA生涯。 他菜鸟赛季,场军14分9.6版2.1盖帽,当选新锐赛MVP,可谓出道,即巅峰。 2015-16赛季,邹宇晨的场军数据,升至15.1分9.8篮板,2.5盖帽。 当时的八一南篮,把邹宇晨,当成王直治的接班人,大致,在退役仪式上,也特意嘱咐阿联,有机会,多带带邹宇晨。 2016年夏天,20岁的邹宇晨,入选中国南篮,出征领域奥运会。 邹宇晨。